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舒尔茨自从冲突爆发之后 已经患上了能源危机的后遗症 想尽办法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 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 舒尔茨政府竟想靠加强与蒙古 这个地处中俄之间的内陆国的合作 据美联社等外媒报道 近日受德总理舒尔茨的邀请 蒙总理奥云额尔登开启了五天的访问 在与蒙总理的对话当中 舒尔茨直接了当地提出 蒙古是德国实现原材料多元化的进口的重要伙伴 因此德国希望接下来与蒙古国进行深入的合作 例如进口更多的稀土与铜 最终摆脱对中俄的能源依赖 舒尔茨此番行动 其实也反映出了德国在制造业原材料 以及能源问题上的困境 虽说在历史上 德国曾依靠本国丰富的煤炭资源 完成了工业革命 但除了煤炭 德国基本上什么资源都缺 此次舒尔茨特别提起的稀土和铜 就是其较为重要的两项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储量 生产和出口的国家 每年大约能为全球提供90%的稀土产品 目前我国的稀土储存量 占到了全球总储存量的36%以上 丰富的储量和加上近年来 开采和加工技术水平的提高 使得我国坐稳了 全球第一稀土生产国和出口国的宝座 如果我国断供 美国 欧洲 日韩的高新技术产业 都将受到冲击 对于欧洲来说 约有98%的稀土供应来自中国 国际市场上 能够大量提供稀土的国家 只有澳大利亚一国 但美国方面早就开始布局 与澳方在稀土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 现如今 澳大利亚的稀土很大一部分 供给美国 留给欧洲的份额极其有限 作为一种导电性极佳 延展性良好的有色金属 铜在机械 冶金 电力等领域有着重要作用 作为老牌的工业强国 德国工业部门也极为需要铜箔等铜制品 来进行汽车等产品的生产 欧洲最大铜制品生产商的总部 就设在德国汉堡 俄罗斯恰恰是欧盟重要的铜矿石供应国之一 2021年 欧盟总共进口了80.1万吨的铜矿石 其中 有29.2万吨来自俄罗斯 这些铜矿石中自然有不少是德国采购的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俄罗斯铜矿的断货 其他铜矿供应国的狮子大开口 也是德国此次着急找上蒙古的重要原因 毕竟在对欧铜矿出口上 俄罗斯主要是占据了距离优势 欧盟需要寻求智利等主要铜矿出口 帮忙解决问题 但智利等国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种赚钱良机 近日 全球最大的铜矿出口企业 智利国家铜业公司就表示 在2023年 该国将溢价向欧洲出售铜矿 届时供应给欧洲市场铜矿的价格将上涨85% 达到每吨235美元 当然 相比于全球储量较高 且易于获得的铜矿石 稀土这种真正的战略资源 恐怕才是朔尔茨此番行动的真正目标 在此情况下 朔尔茨找上蒙古 这个跟德国关系并不是非常密切的亚洲国家 无疑是看上了蒙古高原上丰富的资源 资料显示 在稀土领域 蒙古国的已探明稀土储量约为3100万吨 占全球总储量的20% 是仅次于我国的稀土大国 只是由于开采技术等原因 蒙古还没能对外大量出口稀土 但此前 蒙方已决定与俄罗斯等国 共同开发国内的稀土资源 而在铜矿领域 蒙古是全球十大铜矿石出口国之一 蒙古政府也早已定下了 矿业新国的整体发展方针 想要依靠铜 铁等的出口 尽快发展经济 因此 如果蒙古真能和德国达成合作 未来确实有能力帮德国解决难题 但舒尔茨似乎忽略了的一点是 蒙古本身是一个内陆国 又只与中俄两国接壤 这就使得该国出产的原材料 想要运到欧洲 无论怎么走都需要从中俄两国过境 只要中俄不点头 蒙古的货物就运不出来 而在地缘政治上 蒙古又天然的更亲近多年的 友好邻邦中俄 因此 不管舒尔茨向奥云 俄尔登做出什么承诺 蒙古方面都不会轻易答应德方的请求 奥云俄尔登在与舒尔茨会谈后的表态 就是明正 从各方报道来看 奥云俄尔登在会谈后 没有在原材料出口上 对德方作出任何承诺 只是表示 愿意在经济领域与德国深化的合作 全然一副打太极的姿态 而在具体的合作方向上 奥云俄尔登更是只提到了教育 交通 发电厂升级等 根本就没有提到铜矿和稀土等事项 平心而论 舒尔茨带领德国寻找更多原材料供应方 避免在单一领域依赖任何一国的做法 无可厚非 但全球资源分布并不均匀 类似稀土的情况难免会出现 从根本上说 欧洲制造业陷入难题 还是由于美国不断煽风点火 造成国际地缘政治形势的恶化 因此 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决原材料供应问题 舒尔茨等欧洲领导人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还得是如何摆脱美国控制 让欧洲恢复战略自主权 有意思的是 德媒不知为何 对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异常关心 还在采访中直接向奥云俄尔登提出相关问题 对此 奥云俄尔登的回答有些耐人寻味 而且话都是往德国爱听的方向说的 他声称 西伯利亚二号项目目前仍处于研究阶段 而中方尚未就目前估计的管道成本达成一致 因此还未有协议达成 结合目前的局势 我们并不难看出 德媒之所以会对西伯利亚二号天然气管道格外上心 跟德国目前的能源危机有一定关系 众所周知 目前北溪一号受损严重 北溪二号只有避险完好无损 这基本上断绝了俄罗斯 与德国恢复能源合作的可能性 不仅带来了严重的民生问题 也给德国的经济生态造成了冲击 至于中俄之间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项目 则没有那么多波折 冲突爆发后 俄罗斯方面积极践行向东看战略 与中国的能源合作关系进一步加深 也促进了西伯利亚二号项目的落实 根据蒙古方面此前透露的消息 二号线预计将于两年内正式破土动工 俄罗斯方面则对这条管道给予厚望 因为根据俄罗斯的战略设想 新修的西伯利亚二号 很大程度上弥补俄罗斯失去欧洲天然气市场的损失 俄罗斯能源部长上个月就放话称 要用西伯利亚二号取代北溪二号 俄罗斯的底气从何而来 公开资料显示 新天然气管道建成后 每年可供应高达5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 而俄罗斯与德国的北溪二号 最大供应量是每年550亿立方米 因此西伯利亚二号吃下北溪二号原本的份额 压力不是很大 主要取决于中方需求 还有一点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那就是天然气的长期短缺 已经对德国的工业生态造成了比较严峻的冲击 很多工厂要么产能下降 要么干脆停工甚至倒闭 很多德国企业开始考虑离开德国发展 除了在美国加大投资以外 前往中国建厂也是选项之一 综合上述消息倒也不难看出 为何德国方面会格外关心与西伯利亚二号相关的消息 毕竟在德媒看来 中俄间这条管道建成后 里面留的可都是原本属于德国的天然气 至于找蒙古的理由也很简单 德国是蒙古在欧盟内的最大合作伙伴 双方还算互有往来 而蒙古不仅同时与中俄的保持密切联系 同时也是西伯利亚二号管道的过境国 相关协议的直接参与方 德国方面想掌握第一手消息 从蒙古这边入手 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虽然德媒是想挖出一点 对中俄能源合作前景不利的消息出来 安抚一下自己的酸葡萄心理 但从蒙古总理的表态中 却不难看出 目前达成协议的主动权 其实是掌握在中方手里 至于德媒能不能领会到 就看他们自己的功底了 关注中俄的能源合作 并不会缓解德国如今的能源困境 德媒与其关心西伯利亚二号管道的进展 不如多关心一下北溪的修复工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分享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